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來自星星的事 我是索隆康 歡迎祝楊宅 吃著住櫻仔 運氣差得小心住進的凶宅 去年大陸一家防重公司 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交易了一筆凶宅 事後客戶發現以後呢 他們就賠了五萬塊人民幣 了事了 那這家公司嚇到了對不對 為以後不要再誤處凶宅 所以成立了一個凶宅數據庫 據說 歡迎張艾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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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堂師傅 他也要幫你凶宅打卡 對 嗯 真的不錯喔 後面不會燙 不會燙 會燙... 祖孫被嚇得兇傻 誰要逃離胸屋 卻發生了人倫悲劇 有光明的地方卻有黑暗 有黑暗的地方 就會有阿飄 所以如果電燈壞了 不要怕麻煩一定要換喔 否則在黑暗的地方 有沒有 阿飄 你都看不到 阿嬤 你聽嗎 在哪裡 你是不是要 電帶一次就可以 這個燈泡 人家講說燈泡怎麼講 就是一旦不亮的時候就要換 因為會對食運不好 這是在風水上來講 對 但是接下來這個就是好漢 他們燈包老是壞掉 他乾脆不換 但是下場就是房子要開始拒嬰 這在台南 記得台南 今天之前各位報告過一件事情 那個潘老爹他們家有沒有 是... 不是養師弟嗎 對... 祖墳墓碑後來被敲掉之後 才跟以前的舟公啊 回來這個要專門在殺 後來那不是一個老兵 把他們給那個墓碑 墓碑敲破了 敲破之後把這事情給化解了 是 老兵後來失明 狀中毒 死掉了 好 那個老妖大家記住 得瘧疾 對 後來好了嘛 那個好了 OK 好了之後他繼承了 後來他是繼承了 他們家的那一個祖產 那個祖產呢 經過了四五十年 四五十年後 攀家的這個老宅呢 房子很老了 要翻修吧 好 就是那個三合院 對 就是那個三合院 OK 那三合院就翻修了 過程通通很順利 是 好 那這個老妖呢 我們就叫他潘老妖好了 那潘老妖呢 聽起來怪怪的 老妖四五十年之後 他也已經六十幾歲了 潘老爺 潘老爺 好 潘老爺 潘老爺有兩個兒子 一個大兒子 非常的這個 這個勿實的老實人 是 然後就娶了老婆 生了小孩 接了這個潘老爺的這個 農地 要種田幹嘛 就是大兒子來做 腳踏實地 腳踏實地 小兒子呢 也不是說他不腳踏實地 他比較活潑 那是做業務的 那就是 一開始也是住在 這個新蓋的這個房子裡面 也有他自己的房子 那他呢 還沒結婚 那他就做業務 那經常就往外面跑 那全省各地在做業務 在動作細節 有時候女朋友就很難固定下來 房子蓋好了 住進去沒多久之後呢 房子怪了 像被鬼附身的房子 各位不曉得說 有沒有聽過這樣子 比方說 家裡面那個燈泡 你剛剛講燈泡 燈泡有時候會壞掉 是很正常的 對不對 用了幾天 不是幾天 通常用一段時間之後 它會碰 壞掉了 燒掉了 燒掉的時候 我們就換掉了對不對 換掉之後 隔兩天 碰 又壞掉了 是不是那個燈泡有問題 還是 如果電壓不對 一裝上去就壞了 馬上壞了 它不會讓你用一段時間 才壞掉 所以說燈泡應該是沒有錯 再換 兩天 碰 又壞掉了 那要怎麼辦 變成有時候呢 比較不重要的那個儲藏室 快就碰 算了就不要換了 或角落 就不換了 慢慢就不換了 可是事實上 他們自己也覺得 燈泡換 哪怕換上去的時候 他總覺得自己家裡面 暗暗的 昏暗 那種暗暗不是光線不足的暗 而是那種感覺上的暗 這個我說不出來 就家裡面磨磨磨這樣 磨磨 暗暗 他們就感覺到家裡面 就是經常是這樣子的 這第一點 第二點呢 水管老師有聲音 是不是水電工的問題 不是電當 因為講到這裡 應該是水電工的問題 是不是 施工不好 是不是 水管經常會有怪聲音 這個恐怖 這個恐怖 這樣子 他們不要忘了 他是獨門獨院 自己的三兒院改建的 他也沒有鄰居 他們家 就他們家自己人而已 怎麼會在房子的水管 會老是有這樣的聲音 而且是內部的聲音 這樣子 好啦 大兒子生了一個小孫子 我們叫他旺旺 旺旺 那旺旺呢 那時候三歲的時候 三歲的時候 老是家裡面已經夠昏暗了 有些地方暗暗的 他老是就看在那暗暗的地方 在發呆 然後呢 旺旺你在看什麼 那邊有人 有人 他最常說有人的地方 是指著門口 門口 指著他們家的門口 就暗暗的地方有人 有人 有人 有人哭哭 這個潘老爹就覺得 又想到 以前的那個事情 祖坟敲完之後 那麼已經延續了 算是兩三代的事情了 這事情還有事情 而且是翻修這個新的房子 好吧 就找法師來看看 那當然師祖已經過世了 師父也已經退營了 就找了法師來看他們家 法師到他們家去 祂弄了一個道具 祂說那道具叫什麼 叫做銀鬼靈還是什麼東西 一個風鈴的架子 那架子架著一個風鈴 那在風鈴的底下那個地方 祂又放了一盆水 那個水就是我們之前講過的 那個叫做陰陽水那種 溫的熱 那種隔夜水 隔夜水 因為我們的那個夜露跟那個 早上的那個沉露 它是最接近陰間的水 所以是可以招陰的 所以風鈴也招陰 然後那一盆水 隔夜水也是招陰的 那晚上一個人 他就到他們家的客廳去 東西擺好了之後 拿出白蠟燭 白蠟燭也是要來這個招陰的 一點就是點不了 白蠟燭一點火是燒的 但是白蠟燭就是燒不起來 我不曉得如果是這樣的經驗 那他自己就覺得怪了 這有問題 正在那邊想到的是什麼問題的時候 他也聽到哭聲了 果然有哭聲 那個哭聲就真的從門外來的 他就往那個門外那邊一看 又看到一個人就站在那一個 門外的一棵老榕樹底下 他就走出去看了 那個人是一個 那個人就是飄在半空中 然後跟他說 我是被殺死 我 這個時候 法師正在看 後面 有人哭哭 那個三歲小朋友又來了 又跑到門口來指著說 有人哭哭 那這個時候 結果他一回頭再回到他 那個女鬼不見了 那全家都起來了 那什麼回事呢 他說我看到 大家把這個經過跟家裡面講 講一下 大家不曉得那怎麼會是 我們這新蓋的房子 怎麼會是兇宅呢 而且有自己的房子 而且所以法師傅跟他講說 可是應該是兇宅 我這樣看 因為鬼魂如果都已經出現了 說他師傅就站在這邊 那也許這...就是這樣子 那你這段時間改建 你們有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 這都很順利 這個時候 小朋友的那個遙控汽車 從房間裡面 開出來 就開到門口來 停住了 這個裡面最嚇一大跳的是誰 是那個大兒子 嚇壞了 為什麼 小朋友還很開心 他的車跑出來了 大兒子嚇一跳 他說 他把那車子拿起來給大家看 他說空的皮皮抓刺到... 他表示什麼 有一個神秘的力量 把他把這個車給弄到外面 就弄在門口 就這樣 一個晚上很難睡 天就亮了 天亮了 結果天亮的時候 小兒子從外面回來 而且還帶了幾個人回來 誰呢 帶了幾個警察回來 被警察應該是 到不來講被警察押回來 原來這個小兒子在外面 在幾年前房子在整修的時候 他殺了人 他殺了他的女朋友 然後那個時候不曉得 把那個屍體要棄屍在哪裡 剛好想到家裡面正在整地 所以他就摸黑 把那個屍體就回來就藏在 就埋在 不是藏在 是埋在那個榕樹底下 然後就讓那些整地的工人 就把那個地給整地 整完地之後就蓋了房子 所以他們家裡面都不知道 那個地方有埋了一個屍體在那裡 小兒子一回來看到爸爸 啪 跪下去 爸爸 對不起你 怎麼樣 所以然後就去挖 一挖果然那個屍體出現了 但是這個事情大家如果還記得 那個祖先的祖坟敲了之後 到後面那個潘老爹還是一直覺得 跟那個養師弟是不是有關聯 因為雖然他的病 他自己得虐疾好了 可是後來你看他的小兒子 還是做了這個事情 當然就被抓去 進入司法程序 所以這個案子 其實養師弟真的還有故事 我是講序集講到 不會... 因為這樣大家才知道 養師弟有多... 是 因為他是有好幾代 的這樣的事情 但是今天講到這一代 就到這裡 是 好不好 接下來嘉儀 郭老師要講的是 阿嬤帶孫子住進貴宅 這個大概我 他住嘉儀 是 那他當時這個阿嬤 跟他兩個孫子住在一起 那他來找我的時候跟我講說 你給我放鬍 我說被人家下福 我說你做什麼行業 他說沒有 就務農 就種田而已 我說這不會跟人家 結仇結怨 怎麼會人家要給你下福 老夫人到底是和誰結怨被詛咒呢 精采內容馬上回來 那他來找我的時候跟我講說 你給我放鬍 我說被人家下福 我說你做什麼行業 他說沒有 就務農 就種田而已 我說這不會跟人家結仇結怨 怎麼會人家要給你下福 他說沒有 這是我兒子幫我下福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兒子又賭博又吸毒 一天到晚回來家裡要錢 那要不到就來家裡亂 可能又有動手打他 他不好意思講 那後來他為什麼會跟這兩個孫子 住在一起 就是他們買了一個房子 然後連夜搬出來 讓他的兒子找不到 可是搬出來之後 肚子整天都脹脹的 那看醫生也看不好 一個肚子鼓的三個人都這樣 所以他強烈懷疑是 他兒子對他下福 那我就說 好 那我先幫你解掉好了 那解了之後 我就幫他做法 有一些福給他喝 喝了之後他說 老師 他有一天又打電話給我 他說老師 你開這個福是什麼福 我說就是把你身上的陰氣煞氣 或是這些邪福 邪靈把它清掉 他說對啊 這個福喝下去會拉肚子 可是拉出來的是一些素便 成年的老便 很黑很臭的 他說我們三個人都這樣 我說這樣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把你這個陰氣煞氣 把它改掉這樣 我也不知道會... 那可能你們真的有被下福 然後可是這個福解掉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房子 風水不太好 你來幫我看一下 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坐高鐵去去看 他們買的是新的房子 就是那個透天的 但是是新蓋的 前面有一個一二三層樓 前面有一個庭院 可以當車庫 那我一進去我覺得怪怪 運氣很重 就像你們剛剛講的 昏昏暗暗的 可是這個是新的房子 那我一二三樓 整個看過之後我就跟他講 你搬家好了 我說老師 我這個才新買的 住沒幾個月 你又要叫我再搬 我剛才搬來沒多久 你又要叫我搬 說沒關係 這家真的不適合 你物色幾間 我再下來一趟 再一起幫你看 他又找了三間 我又下去一次又幫他看 我說我幫他挑了一間 我說這一間比較好 其中有一間 我說這一間比較好 我說你趕快搬 他說好 我會搬 但是我兒子 我這孫子有一個比較大的 大孫子讀高中 他說但是他叫我裝潢 我說你這個新的房子 你裝潢什麼 你就直接搬進來就好了 我都給你弄好了 你要聽我的 他說好 講完之後 我就想說他可能就搬了 結果他也沒有再打給我了 過了差不多一年 他打電話給我 他說郭老師 那個我過完年之後 我這個大孫子上吊自殺了 我說怎麼會 他說老師你不要生氣 他就 他大孫子上吊死了之後 他就很困惑 他就去問了他們當地 很有名的一個技工師傅 他說我孫子 這個大孫子怎麼會 會突然上吊自殺 然後那技工師傅就跟他講 你這不是淨上死的 你說什麼叫做不是正常識的 我聽不懂 技工師傅就說 不是淨上死的就是說 你大孫子陽受未盡 才十七八歲而已 不可能死掉 就是他陽受還沒進 那怎麼會死掉 他又問濟工師 說這你被鬼抓去的 鬼害死的 被鬼害死 他就很疑惑 但是我有叫神師來處理 說我知道 你叫的神師很厲害 這個神師就跟你說過了 叫你快拔你不拔 你又一直要拔 他說但是 我這個孫子 我這個孫子就一直跟我講 不要搬 一直跟我講 是不是他那時候已經受醫生 對 他說一直跟他講說不要搬 我們裝潢好 我們再搬去住得比較舒適 住得比較舒適 他說這個技工師傅跟他講 你們這個孫子 就叫鬼父親 被鬼附身了 所以人生師跟你說 大人家說的話 你不聽 你要聽人家說的話 他就叫鬼父親 你又聽 你又繼續住下去 他就跟你帶走 因為你們住的這間家 以前是墓地 建商 會有那個骨頭 沒有 墳墓沒有牽走 就被人蓋下去了 你住的這間 裡面鬼很多 對 沒事 沒事 那個就沒事了 所以這個 既然你要請老師 你就要聽老師的建議 不然你就何必請 對 現在台北市 這個太可惡了 他們借住 這個同事家裡面 但是卻對對方 做了很可惡的事情 沒有錯 這個事情發生在 離現在很久很久的一個距離了 他們這一家人 一開始的時候 那麼從中國大陸撤退來台灣 那他們先來 這個爸爸媽媽帶著孩子 兒子 女兒 一起來到台灣 那麼在台北市 和平東路三段 這塊地方 佔有一席之地 那睡的這個房屋 是以前日本時代的 平民所留下來的房屋 那因為是平民 所以再加上戰亂的關係 所以並不是很好 然後再加上一家 等於說這麼多口 一家五口 就靠一個女婿 靠一個女婿 在外面等於說上班賺錢 過得非常辛苦的日子 可是人窮至不窮 為什麼呢 有一天 他們發現意外遇到了一個老鄉 同樣是中國大陸的老鄉 一個人而已 就是單身漢來到台灣 現在沒有地方投靠 然後又找工作 年紀又大了 又幾歲了 五十歲了 你知道嗎 然後再一個人 這個決然一生在台北台灣 那怎麼辦呢 好吧 既然這樣子 家裡雖然窮 但是至少讓有七身之地 還是可以的 所以他們 他就把這個老鄉帶回家來 那麼他們家其實 這個門打開 門那個地方 還有個小小的栓子 可以栓那個大門 打開了以後 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客廳 那老鄉就睡在這個客廳 為什麼 因為客廳裡面 就只有一個臥室 臥室裡面要住一家五口人 爸爸 媽媽 兒子 跟親娶的媳婦 跟一個女兒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 本來相安無事 而後來兒子在什麼地方工作呢 兒子在當時的殯儀館 極樂殯儀館 他們實在對這個老鄉太好了 給他吃 給他住 順便再介紹他來這個殯儀館 工作 可是這個老鄉五十幾歲了 比較沒有體力 那麼這個年輕的兒子 都會協助這位老鄉 一起坐這樣 所以兩個人是搭著坐的 就沒想到有一天 這個兒子的媳婦 大概二十幾歲而已 淚汪汪的 有一天晚上淚汪汪的 跟老公哭訴 他說他不想再瞞著老公了 為什麼呢 什麼事啊 原來這位老鄉 竟然趁這個年輕力重的兒子 跟父母不在的時候 就性侵他的太太 而且用這個做理由說 如果你敢說出來 我就跟你老公講 我就跟所有的人講 我就跟殯儀館所有的人講 然後讓你老公沒有辦法 等於說立足 然後我順便把你們全家都殺掉 那這個女孩子因為害怕 她被性侵了以後 她就每次都只好被迫 你知道嗎 被迫 可問題是時間一長 她害怕有一天 萬一讓夫家的人知道了 公婆撞見了 還是老公撞見 會誤以為他水性洋花偷人 然後他的天人交戰到 有一天他生沒有辦法了 然後那天因為這個男的 又要跟他求婚 他拒絕 然後那個男的就揚言說 要殺掉他全家 然後就跑出去 他再也受不了了 等他老公回來的時候 就哭著跟他老公說 他是被他性侵 我不是跟他通姦 我是被性侵的 老公一生氣 等到老鄉回來的時候 就破口大媽就罵他 然後當然爸爸媽媽都知道了 然後就把他趕出去 趕出去了以後你認為 在公司上還會幫他嗎 當然就不可能了 後來輾轉大概知道 有這麼一回事 人家也看不起這個人 說你這個老鄉惡業 做人怎麼能不做去做畜生 也沒有人要幫他 沒有人要幫他的話 你要一個人要扛那個棺材 要扛石碑幹什麼 很重不可能 最後這個老鄉 還被殯儀館用這樣辭退 辭退 你看被趕出去 沒地方睡 被殯儀館辭退 沒工作 失業 然後這個人就非常的生氣 他就很生氣 他就說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們這些人 他不去反省自己的行為 因為他是從軍中出來的 所以他偷偷從軍中 帶出兩顆手榴彈 那天的凌晨 他就帶著這兩顆手榴彈 來到了和平東東三段 這一個等於說比較貧窮人家 用小刀 把他那個簡單的小鎖對不對 扣...扣開 進去了以後 二話不說 先拉開一枚手榴彈的引信 就朝他這個夫妻所睡的那個雕 丟過去 丟過去了以後 因為他們睡得從日本式 是那個榻榻米那個東西嘛 榻榻米那種東西 所以他掉下去以後 他會跳會滾 就沒想到那個手榴彈 丟過去 本來應該丟在夫妻這裡 跳到了隔壁 他們不是都睡在一起嗎 跳到了隔壁 這個老爸爸跟媽媽睡的地方 剛好掉在爸爸的旁邊 他們都在睡覺 爸爸的旁邊 砰一聲 手榴彈炸開了 手榴彈的碎片 就直接從爸爸的腹部 全部穿過去 當場爸爸就炸死了 然後其他人就受傷了 然後在這個時候 所有的人愣住起來的時候 嚇一大跳 然後看屋裡爆成這個樣子 然後又看到那個驕傲 站在那邊 他沒走 他繼續拉開 第二顆手榴彈的引信 這次又朝那對夫妻丟過去 那當然這個時候 知道是手榴彈了 所以大家就躲 可是問題是房子這麼小 你怎麼躲 所以又砰 又炸開了 那麼這一位先生 他自己本身 等於說這個兒子 這個兒子 也本身腳也受傷了 他屋裡面的人都受傷了 然後這個人 他要來之前就知道 他本來是想他們全部都炸死 同歸於去 沒有炸死 但是我也沒有手榴彈 一把刀抹了脖子 抹了脖子以後 自己走出去 結果沒想到沒死 所以自己跑到警察單位去自首 這個傢伙 後來雖然他是自首 但是在戒嚴時期 犯下這樣的案例 又偷盜軍械 又偷盜軍械 其實就是唯一死刑了 然後他又犯下殺人罪 又是唯一死刑了 所以後來就把他給槍決掉了 故事來了 把他給槍決掉了 照理來講是壞蛋 對 有時候很奇怪 因為沒有人會超渡他 沒有人會超渡他 沒有人會幫他唸經 他也沒家人 他那麼壞 誰理他 連殯儀館的同事都不理他 結果你知道嗎 他出來了 他不是到和平東東三段這裡來鬧 他到殯儀館去鬧 鬧誰呢 鬧當時 因為看他一個人笨手笨腳 一直罵他 然後把他開除了這些同事們 他鬧的方式是怎樣 當你到殯儀館 或是你在這個墳墓區 正在做事情的時候 他就突然間會站在你背後 然後用腳踹你的屁股這樣子 然後開始用彰化罵你 開始罵彰化 什麼東西啊 你敢把我開除 那時候等人想要愣一下 然後往後看 哇 看到他 這兩個眼睛是綠油油的眼睛這樣子 然後呢 每一次 然後大家嚇一跳以後 他就不見了 每隔一段時間 他又用相同的手法 騷擾這些 冰儀館裡面 在洗屍體 或是在顧冰� 或者是在這個公墓區的人 每一個人都這樣子 鬧到大家沒辦法 最後明來明明心不甘情不悅 最後還是被迫 因為他一直鬧下去 大家沒辦法 大家沒辦法工作 最後還是被迫 請來法師 幫他做了一場法會 把他給操渡完畢 後來七七四十九天之後 說也奇怪 就不再繼續鬧了 這是一起 因為丟兩顆手榴彈的 財沙 情沙 仇沙 所演發的一起 鬧鬼的世界 好的 新北市 幹什麼 講男朋友了 男朋友 他就覺得很難過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好了 現在新北市發起 這個是惡郎假豪心 這個也差不多 對 他們這個借助人家家 把母女倆都侵犯了 這個事情是在新北市的三支 這個三層樓的這個頂樓家蓋 他們家有四個這個小孩 然後爸爸長期在做一些 就是短期工 做水泥工 做什麼 就是反正有打工的 就是拼命在外面賺錢 那家境並不是很好 這個時候 在這個 以前他們有一個兇嫌 叫許川 等一下我再講 他前陣子也引起軒爛大波 因為他犯下的惡行 就還被輕重 這個傢伙五十幾歲的一個阿伯了 然後他在新北市 金山萬里那邊一帶 算是那個人家講殘樓 就是有一些土地 年輕的時候 他就性侵人家那個國中的少女 然後把人家拖到草叢裡面這樣子 然後當時就是被人家告 然後媽媽家裡有錢 把那個錢拿出來 跟被害人和解 後來跟他前妻離婚之前 他還把他前妻的女兒給玷污了 所以就曾經有這樣的記錄 而且還為了這個事情 也被判了七年的徒刑 坐了七年牢 然後後來出獄之後 你看他還是賊性不改 然後剛好又在新北市 那個山姿那一帶 他在賣那個就是 那個鵝肉 那鵝肉跟鴨肉那種 就是那種當地有名的料理 然後因為家裡有一點錢 他看到他對面的這個 我剛剛講那個被害的少女 跟他媽媽 尤其是媽媽那時候還頗有資色 就假借說借一些錢給他媽媽 然後寄住他 然後讓他去繳學費 因為他家裡面有四個小孩要養 然後讓他去繳學費之後 然後又說你這樣不是辦法 叫他到他的這個鵝肉鴨肉 那個麵店去打工 他的麵攤去做生意等等 等於說經濟支援他 然後進而後來就把他媽媽給誘騙 跟他同居了 甚至我覺得這個男 他老公很誇張 因為老婆去跟人家同居之後 他還去人家的那個 鵝肉鴨肉麵攤幫人家洗碗 去幫他洗碗 洗碗藉由這些 能夠挽回老婆的心意 所以我覺得這個男生很痴情 他們是姓王的一家人 王爸爸 王媽媽 那被害的少女叫小晴 那後來這個王媽媽好像看起來 他的老婆沒有意思要回頭 等到這個王爸爸 他的高堂的老母親 後來過世之後 這個他老婆竟然要 以這個喝農藥親身來相逼 說要離婚 那這個爸爸無奈就只好 就這個讓他老婆 可以就跟那個對方那個 這個兇嫌五十幾歲的 徐川阿伯讓他跟著他走 那他老婆走了 還帶著長女十八歲 長得豆蔻年華 這個徐川已經跟他老婆 已經同居了 然後也已經 對他老婆厭倦了 然後開始把目標 轉向他的女兒身上 看他女兒已經十八歲 長得又很漂亮 所以長期性侵他 據說五年來 你知道性侵他多少次嗎 五百一十七次 這怎麼算得清楚 真的很誇張 一年一百次 而且他學A片 喜歡用這種性變態的姿勢 去毆打他 虐待他 用SN的方式這樣 然後讓他非常的痛不欲生 後來這個小晴的媽媽 就是王媽媽 他知道這個事情之後 因為他有一次無意間知道 然後後來小晴就 他媽媽就逼問他 他告訴他 他媽媽在二零一零年九月的時候 自己羞愧難當 因為當初是他自己 不要他老公了 跑去幫人家做鴨肉鴨肉 後來還宣稱說 那個鴨肉鴨肉店 是他們跟那個 許川這個兇嫌人一起河谷的 所以後來外面的人都講 三隻就講他們兩個人 是頭客兄這樣子 然後結果後來又知道 他女兒長期被這個 許川給侮辱 所以他就羞愧在這個 他們那個樓上上吊自殺 二樓的這個陽台 他已經跟他那個老公離婚了 所以那個長女小晴 自然就跟著這個許川 跟著他走 那事實上他好幾次 想要脫離魔掌 可是這個兇嫌卻不放過他 還跟他講說 你只要告訴 讓人家知道 他被性侵的事情 甚至說他媽媽是怎麼死的 等等這些死因 他就要殺他全家 因為他還有兩個妹妹 他有其他兄弟姐妹 然後還有他爸爸 然後而且這個場景 你不要看他有錢而已 據說在地方上 任是黑白兩道 警察也很熟 三隻派出所那邊 警方他都很熟 而且常常用槍自衷 所以他常常隨身 想攜帶槍 所以他很怕他會被他殺死 然後其實他爸爸一直想要 做一些防堵的措施 不是沒有想要做 在他們的這個家 樓上的頂樓夾蓋 最上面這一層樓的地方 他就裝了這個木條 他裝了木條有什麼用 沒用 還是沒有用 他還是照常爬過去 後來事情一直到了 這個2011年11月29日 那一天 那個王爸爸接到了 他的這個女兒 小琴的這個電話 電話一接起來 接了之後 他就聽到兩聲的哭泣聲 然後緊接著他圍 他是想說要做什麼的時候 他電話就掛斷了 最後他爸爸 要電話回播的時候 電話接通了 可是卻沒有聽到 他女兒的聲音 就聽到好像有男人的 這個呼吸喘氣的聲音 電話傳來不尋常的聲音 到底怎麼回事 千萬別轉台 電話一接起來 接了之後 他就聽到兩聲的哭泣聲 然後緊接著他圍 他是想說要做什麼的時候 他電話就掛斷了 最後他爸爸要電話回播的時候 電話接通了 可是卻沒有聽到他女兒的聲音 就聽到好像有男人的 這個呼吸喘氣的聲音 他就想說不妙 可是那時候他爸爸 一方面出門上班 一方面他送兩個 比較年紀小的女兒去上學 他就想說 他已經離開淡水三支那裡帶 想說下午 中午下午兩點多 再趕回去 趕回去之前 他還請鄰居跑去他家樓上看 有沒有什麼異狀 鄰居也上去樓上看 就這個房子 去樓上看 沒有什麼異狀 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但是鄰居說 有看到那個 許川在樓下鬼鬼祟祟的 後來這個王爸爸 下午兩點多趕回去 他當時也看到了這個 兇嫌許川 還惡令他不准靠近他家 然後可是當他上去看 兩點多的時候你知道嗎 他的那個女兒小青 已經整個頹座在 那個床的那個角落邊 已經氣絕身亡了 脖子上有那個腳踏車 那個摩托車那個煞車線 那個線那個皮都外露了 然後當時看起來很像是青森 想不開這樣子 但是還是很多疑點 因為那個煞車線 大家都知道那個很短 煞車線沒有像那種 什麼銅軍繩 他媽媽 那個小青的媽媽自殺的時候 是在那個陽台用銅軍繩 然後小青用這個煞車線 在這個床頭邊 都讓人家覺得很奇怪 而且他爸爸也懷疑 就跟警察講說 他懷疑他的妻子跟他這個 他以前的他老前妻 跟他的這個女兒小青 都是被這個 許川兄姐給殺了 那後來許川就開始 也逃亡了 後來也是經過一段時間 被警方逮捕了 逮捕了之後 這個傢伙是 一開始是否認他性侵這個小青 他也否認他殺了他媽媽 但是他承認他殺了這個小青 給大家看一下 他當時這個小青 在死之前 那個十八歲的少女 跟他爸爸的一個簡訊 傳手寄給他爸爸求救 說他講述他什麼 他被阿伯欺負 然後他不是笨蛋 他也想要逃離他的魔掌 那時候沒辦法 非常的可憐 而且我剛剛講不是說 他一開始有那個 請鄰居上去看 沒有發現什麼異狀 那個時候研判 凶嫌早就已經進入 那個他們家裡面 你看這個木頭的這個房門 是被他踹開 一腳踹破了 他很害怕 然後而且你看 他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 那個床頭 這個煞車線 能夠讓一個少女 讓一個女生 快二十歲的一個女生 感覺上像上吊 像親生 根本就是布置成 加工自殺那種感覺 最後那個性侵你知道嗎 被警方 應該說是被檢警 被檢警 那個檢方法院在審理的時候 高等法院跟一審判決 他性侵小青這個少女 竟然無罪 然後殺人本來是死刑 後來又改判無期徒刑 前一陣子才引起軒然大波 後來這個 他家的這個房子 鄰居都說 有看到那個童君神 不是後來被當作證物嗎 他媽媽當時用來侵生的 那個童君神 有在那個二樓陽台 飄來飄去的 一條這樣的晃來晃去 有人說看不清楚是什麼東西 但有人說 好像是以前他媽媽生前的 那一條童君神 也有人講他媽媽 也是這個胸前殺的 可是他否認 他說他只殺了這個小青 然後當這個高等法院 更一審判決 死刑改判成無期徒刑之後 然後而且性侵部分無罪 性侵了五百一十七次 只因為檢方認定 第五百一十八次性侵不成立 就推翻了前面五百一十七次 性侵都沒有 所以就判他性侵無罪 那一陣子 那邊的地方傳人都聽到說 不只看到童君神 在門口晃去陽台 還有在那個靠近他們 因為小青的房間 在二樓三樓那邊 所以這個案子還在審理 因為前一陣子 在社會新聞也鬧得滿兇的 大家都覺得說台灣的司法 好像因為這個事情凸顯 都覺得很像不公平不正義 是 接下來還有哪些縣市呢 有請快跌倒的胸宅女王 不過那一陣子 我中間沒有講什麼話 那一陣子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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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陣地圖 要幫你胸宅打卡 家裡怪事點點一個懷疑的就是 到底是住到了什麼怪房子 但如果房子一點問題都沒的話 可能是你祖先葬錯的地方囉 可能是他搞的櫃子 全身房東東不是因為身體 癢也不是因為害羞 而是用金正恩的方法 想要把人害死 身體紅紅的就可以喔 這麼寫心的故事聽完 我還可以安全的離開嗎 我想我應該可以笑著離開吧 離開 離開 離開我 你會不會好一點 這是旁邊 離開你 什麼事都難一點 艾亞 我們不是不讓你唱 但是時間有限 下次有時間再讓你開個唱盃 不一樣太難 好 這個是無緣無故出現的 靈異的徵兆 這個是表示有人讓祖先不開心 來 這個就是我們 潘家養屍地的完結篇 來了... 完結篇 終於完結篇好不好 這坑已經挖得夠深了好不好 是... 從祖宗八代一直降到這邊 好 小孩子被抓走 一審判了死刑 那判了死刑就算了 有一天家裡面還 這個接到了通知 看守所的通知 因為他還在打官司 還沒有入監 幹什麼 在看守所裡面被打得鼻青臉腫 為什麼被打 好像也不是只有... 是因為跟他發生錯什麼 不是 是什麼呢 他這個小兒子 竟然沒事呢 就會去跟人家弄到 明明這個人就在他旁邊 他就去跟人家 就會去擦撞 就凍撞 人家說你... 你是長孝的 就打了嘛 挑釁人家 挑釁人家嘛 你是活得不耐煩是不是 他說不是 他說他旁邊側邊 他其實都看不見 或是他打得這樣 不是 是這樣叫他打 結果後來去檢查 一檢查 腦瘤 腦瘤 腦瘤去壓迫到四神經 他有一個地方看不見 看守所來的通知 說你兒子 這個... 要可以申請保外就醫 去開刀 這樣 你看 這個事情 我們說是環節篇 其實從他施主 一直到... 傳到法師的手上 他一直覺得 當年這樣的做法 到底是對還是錯 就是把那個祖先 就是後來跟祖先斷絕 所有的關係是對還是錯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這一集要把它講清楚 後來 旺旺 有沒有 記住那旺旺 那個小孫子 有一天 他跟幾個小朋友 因為比較大了 已經大概五六歲了 到他們家後山的山坡去玩 去玩的時候 看到路上有一條小白蛇 那旺旺就拿那個竹子 就挑起來 走吧 我們就回家 他覺得好玩 就帶回家 就在回家的這個路上 他們就看到 在山坡上面 有個穿白色的 洋裝的女人 看起來像女人穿洋裝 在跟他們招手 帶頭的那個大孩子說 走快一點 我們已經天黑了 趕快回家了 這樣子 好 結果 阿旺跟另外一個叫阿明的好了 就在後面兩個 一個玩打打鬧鬧來 就覺得很有趣這樣 就天黑了 把他走 就距離越拉越遠 突然之間 那個阿明 好像中了時 看到整個這樣 就從後面 突然間 越過了所有的人 跑到最前面去 一聲淒厲尖叫 還會引起什麼 更毛骨悚然的故事呢 好 後面兩個一個玩打打鬧鬧來 就覺得很有趣這樣 反正就天黑了 把他走 所以距離越拉越遠 突然之間 那個阿明 好像中了時 看到整個這樣 就從後面 突然間 越過了所有的人 跑到最前面去 大家去看一個 嚇到 也不曉得後面是什麼 看他走 大家在那邊走 快走 小孩子都是這樣 走... 你是走什麼 我們剛剛看的 那個白色的人 穿白色洋裝的人 突然間 來到了他跟阿旺的前面 就是這樣 很快這樣到他前面 然後他一看 是沒有腳的 他當場就嚇壞了就跑啊 這樣子啊 阿旺咧 大家趕快回頭去看 阿旺已經昏倒了 可能也是嚇昏了 嚇昏了 躺在那邊 怎麼辦 趕快抱起來 送回阿旺家裡面 阿旺那天開始就開始 重感冒 發高燒 不是重感冒 發高燒 發高燒然後就開始異語 叫醫生來 打了幹嘛 奇怪 有時候就很清醒 好的時候他會講 阿公我剛剛做一個夢 我夢到一條白蛇 就是他 他可能去玩的 玩那條白蛇 普通家那條白蛇不見了 他們回去看的時候 只記得把小孩子 我趕快送回家 誰去管那條白蛇 好 結果他說 夢到一條白蛇 他說怎麼樣 白蛇爬進我們家的米缸 這樣子 又有一次他夢見什麼 夢見他說 有一個老公 老公來拿著一個碗 空的碗 然後就一直嘟來 嘟來他的嘴邊這樣 這樣子 就這樣 嘟來好像是跟他要飯吃 還是怎麼樣 他又醒了 那壞的時候 就是胡言亂語 反正就是人家也都聽不懂 有一天晚上 小朋友又是在那邊胡言亂語的時候 那個潘老爹 自從他們家不再供奉那些祖先 行出白蛇都撤掉之後 他就改信基督教 所以家裡面都有掛那個十字架 瓷器做的或那個 聖母瑪利亞的那個像 雕像這樣子 那一天晚上 旺旺又在那邊胡言亂語 然後他又說 怎麼會這樣子呢 突然之間 掛在牆壁上面的那個十字架 砰 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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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得粉碎 潘老爹又對角了 他說一定有問題 這個太怪了 又去把法師請來 法師你再來我們家看看吧 法師那一天來 就起床 起床之後 他說在你們門口 來了一群人 這一群人自稱 就是都是你們潘家的祖先 他們講 你們都不供奉他們 他們沒飯吃 沒飯吃沒有後代來供養他們 他們也很難生活下去 在陰間也要生活下去 所以你們要改變方式 那也許你家裡面 你現在信耶穌基督 或者是你不要去供養祂 不要拜祂沒有問題 但是你可能每一年清明節 或者是鬼月的時候 你還是要辦一個普渡 幹嘛普渡的時候 你還是要拜拜 我會向給你的這些 歷代的祖先 不是只有那三個祖墳 所留下來的這個養屍地 所留下來的印屍而已 你要這樣做 照辦 就開始隔天簡單的 看去怎麼樣移動 去弄... 所以奇怪 這些事情通通辦好了之後 他旺旺醒了 發酵燒好了 幾天的胡言亂語 發酵燒好了 不要而喻 最讓他們覺得感到神奇的 是他的那個小兒子 是 後來小兒子二嬸 改判無期徒刑定焉 所以現在在坐牢 但是至少免去一死 至少活下來 至少活下來 還有希望 對 那現在 所以他們現在變成 每一年 還是 就他們還是他們家 潘家還是有繼續供奉祖先 但是並不是在家裡面 好像設一個牌位幹嘛 並沒有這樣做 可是就這樣子之後 一直到現在 今天為止 算是過了一段 很平靜的日子 是 好的 我們故事聽完真神奇 拖延這麼多代 是 今天這個非常開心 好可憐 好可憐 我已經頭髮髒瘤了 好可憐 看那張照片 嗨 嗨 好 今天謝謝大家 好可憐 又來了 好可憐 好可憐 好可憐